大家看我这一颗三角莓 今年是第二次开花 其实第二次开花比第一次开的更加多 相信大家关注我的话 也看过前期我跟大家分享 这一颗三角莓开花的数量 现在的开花数量比第一次估计要多一倍 仰卧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第一次开花之后给它做了一次修剪 然后就定期给它用了快速开花粉 因为这种快速开花粉 它不单可以促进三角莓开花多 同时又可以补充各种营养 让它长得更的强壮 根系更加的发达 这种快速开花粉也是我们基地专用的 当然大家想要的话 也可以点视频找一下方商品 买两瓶给大家发商品 有这种大包装的 有这种小包装的 还有一种带装的 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 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给它兑水 一小勺兑上两三斤的精水 如果没有开花的 我们直接给它喷洒叶片 同时浇灌根部结合控水 如果像这种已经开花的 我们直接对水来给它浇灌根部就可以了 这样才能保证你的三角莓开花更多 开花更加长久 当然了 如果说这个温度适合一点的话 按照这个方法去养护 那么我这颗三角莓 估计还会开第三次花 所以说大家平时养护的三角莓 如果开花少 生长不好的话 我们都可以给它用 一个月给它用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那么开完花之后 花期过了 我们可以一个月给它用一次 这样的话 也可以强壮你的三角莓 让你的三角莓一年四季 都可以长势旺盛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用 感谢观看